扬言炸捷运站的网友找到了 今下午PTT八卦版一名三上优雅乔本 还奈网友 发文选一个捷运站炸掉未提 并问网友要炸掉哪一站 个人觉得是民权西路站啊 虽然他事后再度发文道歉 警方早已锁定身份 南下嘉义查访 说早已找到人 请他配合调查 据了解 这名网友为20岁张信大学生 在大台北地区读书 这次元旦连续假期返乡跨年过节 却在PTT发文 问网友要炸掉哪一个捷运站 文章写到 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前提下 如果台北只有北捷可以搭乘 要选一个捷运站炸掉 要炸掉哪一站啊 个人是觉得是民权西路站啊 如果炸掉就直接报废两条 大家觉得呢 即使张信南大声得知 帖文遭被分 事后发文道歉 但网友留言来不及惹 去跟警察说吧 今晚北市警方前往张南 为在嘉义住处 因他涉嫌恐吓公众罪嫌 请他配合调查 住处未发现爆裂物 张南坦承在PTT上留言 也表示相当后悔 网友在PTT发文炸北街 北市警方南下 请他配合调查 记者肖亚军翻设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